这个重重摔在地上 眼睛都摔碎了的男人是霍金 他得知自己确诊签动症的时候 只问了医生一句话 今天早上霍金刚算出时间起点的数学过程 还没来得及和任何人分享 他晕倒在学校里 醒过来的时候 医生告诉他 你确诊了运动神经元疾病 一般的患者会在病发两年后去世 我帮不了你什么 霍金躲在宿舍里 拒绝好友的探望 也拒绝女友简的电话 但简直接找到家里 认真地看着霍金的眼睛 对他说 如果你现在不站起来 和我进行一场游戏 我就永远不会再来找你 霍金立马站了起来 歪歪扭扭地开始打球 简看着他 心里的情绪非常复杂 他浑身颤抖 拿起球 已经打定了主意 简告诉霍金 就算你只剩两年 那我们也结婚吧 最起码 我们现在彼此相爱 第二天一早 霍金拄着拐杖 告诉教授 我想好博士论文的内容了 霍金的爸爸找到简 真诚地劝他 未来可能非常辛苦 而且病情不可逆 你太年轻了 离开吧 简明白 自己看起来不是坚强的女孩 但他愿意为霍金付出一切 不管将来遇到了什么 他都选择面对 在亲人的祝福中 这对年轻人结婚了 他们很快有了孩子 家庭的幸福 给了霍金很大动力 他的毕业论文很快完成 教授把他叫到学校 故作严肃地说 论文前三章 缺少数据支持 但是第四章 关于时间起点的黑洞 时工起点理论 学术研究越来越顺利 霍金的身体越来越差 和朋友的晚宴上 他无法把勺子送进嘴里 半路就离开了 为了不让别人扫兴 连关门都不敢用力 孩子在楼上跑 霍金在楼梯上颤抖 他使尽全身的力气 也征服不了这几节台阶 过了一段时间 简单回一辆轮椅 霍金望着轮椅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颤抖着站起来 空的坐了下去 那一瞬间 他认命了 下辈子就要在轮椅上生活了 简把卧室搬到了楼下 这样霍金就不用爬楼梯 这期间 他们第二个孩子诞生了 简忙着照顾两个孩子 还要照顾霍金 经常忙不过来 那天毛衣穿到一半 简不得不去看孩子 霍金透过毛衣上的孔 看到炉火透出的火光 他突然有了新的想法 他推翻了自己的理论 有两位教授当即站起来 真荒唐 都是胡言乱语 这两位前脚离开礼堂 后脚所有人都站起来 为霍金的演讲鼓掌喝彩 他们都看出来 这个年轻人完成了多么了不起的证明 霍金的手动轮椅换成了自动轮椅 他可以再不需要他人的帮助下自由活动了 但妻子照顾他还是不方便 霍金总是那么乐观 他载着孩子在客厅横冲直撞 肆意的玩耍 简一想到五分钟之后 自己要去收拾干净战场 真的头痛 他自己也是剑桥的学生 本应该在文学的世界里大展拳脚 但现在一切都不能实现了 虽然已经料想到了这一切 但承受现实带来的痛苦实在太痛了 那次去教授家做客 霍金又一次被食物枪住 简受不了了 他走进树林偷偷地哭泣 回家的路上 他和霍金说 我需要一个帮手 妈妈看出他压力大 推荐他去教堂的唱诗班 在那里 他遇见了指挥乔纳森 乔纳森是一个善良勤劳的男人 他教简的大儿子学钢琴 霍金看到这样一个健全的男人出现在家里 心里不是很高兴 但乔纳森非常绅士 吃完饭之后 他告诉霍金 之前他结过婚 但妻子在一年前因白血病去世 他也曾用心照顾过妻子 但并莫还是夺走了他 听完这些话 霍金对妻子说 如果你需要帮手 我不会生气的 之后 用了乔纳森的帮忙 他们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 某天场试结束 简告诉乔纳森自己怀孕了 乔纳森以为 简和霍金不能 不能生出孩子 听到这个消息 他送上了真心的祝福 但孩子满月的那天 一家人聚在一起 爸爸找到霍金 让他尽快找一个长期的看护 而且是个女看护 妈妈追着简问 这个孩子是霍金的 还是乔纳森的 简没想到 自己在他们眼里会是这样的 他们的争吵被乔纳森看到了 他离开前 对简说 简确定 岁下无人 对乔纳森说 之后 霍金要到外地参加活动 他告诉简 我知道你不爱坐飞机 你可以开车来 带着孩子 这样会更方便 叫上乔纳森吧 他会帮你 那天晚上 简刚想走进乔纳森的帐篷 突然接到联系 霍金吐血了 他连夜启程 赶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告诉简 霍金得了严重的肺炎 现在撤掉呼吸机 可以让他没有痛苦地离开 但是简说 不论怎么样 都要让霍金活下来 医生只能切开霍金的喉咙 这样虽然保住了命 但霍金再也无法说话了 经过这件事之后 乔纳森离开了简 他们如果再在一块 一定会犯下错误 霍金不能说话之后 简为了照顾他 带来一块色板 如果颜色对了 就眨眼 但是霍金不想这样和妻子交流 他低下头 怎么都不理会简 独自照顾霍金 实在是力不从心 简进了一个护工 伊莲娜 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护士 他第一天就能和霍金 顺畅地交流 还对简说 虽然霍金身体不好 但他依然风趣幽默 而且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简有点不高兴 作为一个看护 伊莲娜有点过了 后来有人带来一台电脑 可以把霍金打出来的字 变成语音 虽然有点像机器人说话 好歹可以交流了 有了机器的帮助 霍金要开始写时间简史 但某天 他要去美国参加活动 却没有让简陪着他 而是伊莲娜 多年来的心酸终于爆发了 不论是简还是霍金 他们心里都明白 分开是对彼此来说最好的结局 简和霍金离婚 他来到教堂 乔士纳海守在这里 他们结婚了 多年之后 霍金因在物理界做出的杰出贡献 他要被女王授予勋章 简收到联系 霍金希望他能同行 他们又一次见面 三个孩子走过来 这是他们夫妻俩最大的成果 霍金婉拒了勋章 他和简回复联络 共同抚养三个孩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电影 不管外界如何评价简 阿丹认为 抚养三个孩子 再照顾一个剑动症病人 真的非常不容易 支持简的决定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